蜘蛛娘为了养黄孩子 不惜身体被人类利用而沦为实验道具 如此暗黑的勾动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在这个世界 有一群怪物自古以来便潜藏于世 隐藏身份与人交往 久而久之 他们大多数已经适应了人类世界 融入近的人类社会 专业就到现代 在一个村庄 老板娘养的家畜前一天晚上还活蹦乱跳 第二天连尸体都已经腐烂了 于是从东京找来一个叫隐神古巴迁的人 专门调查领异事件 隐神的老板娘的酒馆住下 少有从今养在这儿的孩子 夏宇口中得知火烂家畜的怪事 还知道发生怪事的那天是新月 夏宇的新月就是五天后 二人的感情从见面的那一天开始 就与日俱争 这段想要缠媚的老板娘儿子弥太郎 很是不满 因为夏宇在这间酒馆连下人都不如 偶然前 隐神发现了夏宇脯子上带着一个怪石头 夏宇也只知道这是自己儿时 被遗击的时候就带着了 隐神仔细端详后说 这个石头叫命结石 十分珍贵 他父母肯定是遇到什么几世 才把他托付给老板娘 一期的话 哪里会给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句话 让夏宇的灵魂犹如中击 难道真有什么秘心 等到新月晚上 迷太郎却找到了夏宇 他的言语刺激到了夏宇 还扯下了夏宇脖子上的吊坠 这激怒了夏宇 半个身子变成了怪物 他的样子瞎坏了迷太郎 而夏宇也意识到 自己可能就是那个杀子家畜的怪物 而在眼神看到迷蒙的夏宇时 他突然说 要看一下夏宇的屁股 并将自己的屁股展示出来 那里有一只狸尾伐 隐神像夏宇证明 自己跟他是同类 他又用幻化想象物品的能力 但因为夏宇是怪物 跟着人类所生的板油 一只一体内没有血液 天生也没有痛绝 身体再生速度极快 将说的来历之后 隐神要告诉夏宇的事 凶手肯定不是夏宇 但夏宇突然想到迷太郎跑了出去 可能会遇到危险 于是又能赶快追了出去 终于在迷太郎遭遇不测之前 救下了他 不害家畜的就是财狼 但迷太郎知道了夏宇的身份 他也不用在这里继续待了 隐神也说出了他此前的目的 原来老板娘早就知道夏宇的身份 原因是老板娘是夏宇的姨妈 但是姨妈在看到最近家畜死亡后 对夏宇感到恐惧 所以才会想要秘密解决掉夏宇 于是隐神提出了一个两全其没的办法 让夏宇出现假死状态 并把他带回 他们一起返回了东京侦诞事务所 还认识了半腰小只 和另一个拥有冰冻能力的雪怪男孩金 就这样夏宇开始有参与到 维护人和腰的平衡矛盾 很快就有一个案件发生 警察悟从下手 只能叫来隐神他们 在案发地点 一对兄妹蜷缩在角落里 而案发的房间被迷风吹 警察害怕他们进去会 所以就拆开了玻璃上的脚带 让他们从那里往里面望去 屋子里面全是丛子 散落在房间里的各个角落 竟直接被吓得接连后退 隐神解释到这是三狮虫 专门啃食人类的皮肤 小只打算用他的丝 把虫子喜欢的东西拿出来 这样三狮虫就会离开 但是没想到这些虫子 连丝都给吃掉了 谁知道夏宇自告奋勇 要去屋子里把鞋拿走 由于没有痛 绝没有血液 三狮虫对夏宇完全没有危险 至于是否会恶心 在夏宇的童年早就已经被恶心够了 当鞋子被拿走后 虫子立刻就没有了 警察也因此进去救人 等到走的时候 过救的男孩跑来道歉 并询问 是不是房子有问题 但真正有问题的 是那双鞋子 因为那是男孩偷来的 吸引三狮虫的关键是罪恶感 男孩为了给妈妈玩一双鞋子 不行去偷借 最后被妈妈斥责 本能罪恶感加深 妈妈为了保护男孩 不行 扑到虫堆被啃食楼梯 这应该就是亲情的力量 等会到家后 小只也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她故意对亲情这种东西 表现得很不屑 说自己的母亲 是一个蜘蛛 所以她可以吐司 但夏宇对亲情那种坚持 还是让她产生了一刺的动怒 而另一边 女神打电话给一个女人 告诉她关于夏宇的事情 对方竟兴奋了起来 第二天 夏宇他们去拜会 做完打电话的那个女人 反生 一个在警戒当时的狐妖 她夺走警察的思想 让他们对她回命失踪 这次接见她 直接在夏宇 所以金和小只 都只能在外面等候 半生说 想要看看夏宇的吊坠 并说出了吊坠的秘密 她能够抑制 怪物的饥渴 有了她 妖怪就不会再依附于人类生存 拿过来之后 身后的小狐妖干 就砍断了夏宇的脖子 当警察分别撞起来 半生交到干 却解决掉另外两个人 干化成夏宇的样子 来见了他们 但一不小心 露出了马脚 于是直接和他们开干 小只抢过她的箱子 却发现里面装的是夏宇的人头 被分替的夏宇 竟还活着 原来 箱子的作用 只是限制夏宇的身体恢复 但他们此时想要逃出去 都没有很大的把握 不料 夏宇竟说让小只 把她当球一样 弄向敌人 结果夏宇竟咬伤了干 成功重生自己的身体后 三人就安全地离开了警察局 而在外等待的隐神 像是聊到了一切一样 上了车就给范生打了电话 而范生手中的密结石 也变成了玩偶 这一切都在隐神的意料之中 在警告范生后 范生恼羞成怒地 造成了一系列的车祸 而另一边 干还制作于夏宇的人头 追逐时 因体力不知而昏倒了 干没有拿到夏宇的人头 就不罢休 最后是隐神变成一个假头 给干交差 可范生已经不需要干了 所以这个没什么脑子的狐妖 她就只要被范生 给抛弃了 失魂了火的干又回到夏宇这边 夏宇跟她决斗 想让她发现 两个的关系也因此 突飞猛进 原来想要摆脱单身 就是拿自己的头去攻略 我学到了 而成像夏宇的 还有胆小怕失的精 她总感觉夏宇 很像自己失散的哥哥 他们两人是 雪怪家族中的宝物 雪男子 这日每一百年 祖年才可罗将领一位男性 万言之 新的家族全是女子 除了她和哥哥 她明明也有强大的力量 却不知该如何发挥 但那之后的一次任务中 为了协助夏宇作战 她内心的一份不甘 以及渴望 促使她爆发出了 雪怪一族的病动 而夏宇的到来 不仅仅只是改变了这些人 就连有着恐怖童年的小芝 也有了勇气 去聆听自己父母的事情 所以隔天一时 就带他们来到小芝的家乡 在见到叔叔招呼后 她说小芝是看到母亲 遗体产生惊吓 才失去童年的记忆 越来越关于过往 小芝只记得当时 发生过很可怕的事情 本能上 让她抗拒去回应这些记忆 甚至连父母都已经去世 她也毫不知情 她以为她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但在记忆深处 却隐藏着一段 不为人知的真相 而揭开这个真相的关键 竟然发生了新手下 也火完 她带着小芝他们三 来到一处森林中看萤火丛 可旁边的一棵鬼树 却让小芝的记忆逐渐恢复 当顺着记忆 他们来到了一间小屋 推开门的那一刻 大脑深处的所有记忆翻涌而至 这是叔叔杀害母亲的地方 而叔叔也在此时 更引人坦白的实情 当年自己骗小芝的母亲 生产金丝去还钱 为了孩子 小芝的母亲接受了实验 以她为母体 利用森林的怪物 开始一遍又一遍的实验 而实验的方法 则是跟这些怪物交配 但有一次 却还是小孩子的小芝 目睹了在实验台上 正在受尽折磨的母亲 叔叔想起办法 骗了小芝 想让小芝出现了记忆错乱 而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 实验到了一年前 叔叔才实验成功反出的金丝 他有奇效 能够编织出各类器官 如果人类使用 便能长生不老 于是便开始让其流入市场 但为了保护怪物在都市 而不被人类发现 半生也开始盯上了叔叔 随后开始利用诠释 阻断了金丝的脚的渠道 当真相被彻底解开后 小芝对叔叔的憎恶 达到了顶点 正打算制裁他的时候 许多变异之助动物 一狗同生学着母亲说话 这严重挠乱了小芝的思维 这些怪物在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小芝的兄弟姐妹 小芝彻底丧失的斗志 清流下雨帮自己解决 看着这些怪物的数量 小芝不敢想象母亲 到底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而母亲之最为 同意叔叔的请求 全都是为了小芝 因为当年叔叔他们两兄弟 拿到这个村庄 哥哥爱上了母亲 并缓下了小芝 但却意外摔倒而死 无疑无靠了母亲需要钱 来养育小芝 因为他只想让小芝 作为一个人类生活 所以他就必须遵守 人类世界的调划 否则以他的能力 想要行窃偷窃 那是轻而易举 结果在请求叔叔帮忙 找一个赚钱的门路时 他被迫接受了叔叔的提议 在知道这些事情后 没有太多感情的下雨 尽格外的愤怒 对着怪物疯狂出手 可是眼神和金 却被怪物包围在另一边 还受了伤 中毒的他 没办法使用能力 先有一个神似小芝的 母亲的女孩 小芬出现解围 他的出现能力 众怪物全都停下行动 并且还带眼神 都移住泉水治疗 而下雨那边 已经解决完所有的怪物 就让叔叔被制服后 小芬开始逼问他 简藏在哪里 可他自然不会告知 原来妈妈并没有死 而是在简中恢复 而小芬则是 那个会惨出金丝的孩子 也就是小芝的妹妹 随后隐神 拜托朋友找到 叔叔经常去的地方 果然在锦丝香山中 离出泉宴找到的简 里面正是处于分明的母亲 而这一切 也都是叔叔的杰作 因为他竟然还想等母亲 恢复后 继续进行实验 这种面试人性的行为 重要让小芝 冷无可冷 但是最后 他没有啥的叔叔 因为对于文学家来说 钱固然重要 但更多的是得到他人认可 何事件事发生后 显然叔叔的人生 彻底毁了 杀死他倒不如说 是一种解脱 狗活 才是真的折磨 不过一只看似狗落的野火 完全的众人走后 展现出了真身 和杀死的叔叔 再将母亲 安置到医院不久 母亲就醒来了 一家三个得以团聚 有趣的是 因为上次下雨的战斗 导致小芬觉得下雨好帅 趁着她要谈恋爱 可平静的日子 才没过多久 街上一个巨美少年 风铃就问 有没有见过金 原来 是金的哥哥小芬找来了 当两人在大街上巧遇时 并没有那种感恩恢复的宣线 而是哥哥带她到三人深处 编出了她想要的冰雪城堡 但是哥哥的脸色很可怕 并且她把金管在里面 手机也被她弄坏 而金的外出 其实是事务所搞砸了不少事 而被调侃 嫌弃 导致她最后离家出走 才遇到了哥哥 小芬和下雨 也意识到金的重要性 带着GPS开始出门寻找她 一日他们就知道遇见了小芬 但是小芬却很有敌意 并显示出了她体内的凌结石 这是一个可以在无水的情况下召唤冰 于是夏雨他们就这样被冰冻了 而这一幕也被金给看到了 他一忙支开了小芬 给夏雨解冻 为了不让大家牺牲 金装出冷酷样子 说是自己 让哥哥冻住他们的 而小芬会变成如今这副 生人物镜的样子 一切还得从儿时讲起 因为他们是春丽 唯恶的男性 从小就会村中旋律暖静 灰心被关 目前被杀 在小芬真正成了大男的那一天后 她就成了没有权力的村长 她需要做的 就是让村里的所有雪女受孕 久久之 小芬的精神失掌了 本来相约一起去东京生活的梦想 也就这样破灭了 而当有一天 金告诉小芬 她都这么大了 还尿床 小芬仿佛看到了金的未来 于是为了保护金 她用自己的生命威胁雪女 让金离开 可雪女就暗中派人去刺杀金 知道后的小芬暴怒 将自己身体献给了丁结石 从而让整个村子覆灭 而自己也变成这副冷淡的模样 但对金的那份感情 却并未消失 而安分许久的饭生 却派了野我丸来抢夺灵结石 但是她实力却不抵小芬 即使夏宇赶来 也只是两败俱伤 而小芬的身体逐渐因为灵结石而破碎 在金试图去拔掉她时 却仿佛看到了小芬的过往 眼看灵结石拔不出来 夏宇吐出了自己的命结石 两个小芬石竟神奇地融合在一起 生成了龙结石 而去引神介绍怪物和人类之前 有过一场大战 名为怪物事变 许多怪物将自己的力量 注入结石中后 偿还在各个怪物组长手中 以便与藏匿于人类之中 能和平相处 亦或者是 牵制某些强大怪物 想要造反 而夏宇的结石 正是寻找父母的关键 现在又有灵结石的指引 找到父母便多了一份希望 于是在安断好小芬和金后 夏宇开始了她上寻找父母的路程 不过半生对结石的渴望还未结束 她又一次找到干 试图让夏宇主动交出结石 这样引神也不好干涉 阻止 而引神也早就看出了 干的出现是为了什么 但看来这孩子本性不患 就让他加入旅途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 引神是觉得这个孩子脑子 不太好使 以上是本动漫 《怪物事变》第一季的内容 它被许多观众指责 有很多暗黑剧情 人生方面都是全员都很可爱 是典型的一部 神展开动漫 但后续的剧情颠簸 拓使给观众猝不及防 在让人心疼剧情中 猛的一下 加入猎奇黑暗桥段 是许多观众万万没想到的 恩引神这个男妈妈 及孩子养育的设定 我倒是挺喜欢的 虽然她在后续内容战斗中 确实是真的隐身了 不过她的出现 也算是从这部暗黑动画 有了那么一点美好 整体来说 虽然又是有些许套路 但观感是真的还不错 其中有一个活了很久的吸血鬼 米哈伊 是真的超喜欢她的 对这类题赛的小伙伴 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观看原片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